繼續跟謝偉俊和陳婉嫻談談行政立法關係 梁振英上場後,我們很記掛他的香港速度 他經常掛在後面 成熟一項推一項 這也是另一個金句 但看來成熟一項推一項 他好像自己還未很成熟 所以被很多議員批評 繼續跟他們談談對梁振英的看法 一來彈劾又會來 他們會怎樣處理呢 嫻姐,成熟一項推一項對不對 我後面一批專業的朋友很擔心 他如果這樣就死了 我就說這個王后山 王后山本來政府就說 我們給辦學團體做一些私校 有整九個團體已經入了二項書 突然有信息說 不是,改變,蓋樓,蓋樓大了 他們就害怕 整個過程人家已經集結力量準備磨拳擦掌 而這個政制回應香港長期的大學的學位不足夠 我就覺得,例如那個 不好意思,蔡先生,蔡顏綿 我批評了他很多次 拍腦袋,蓋樓,蓋樓 蓋樓,蓋樓,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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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他是那個委員會的 然後他現在又說 工廠大廈,又拍腦袋 我就覺得好像亂來的 整個社會不是這樣做事 我們專人士就問 成熟的定義在哪裏? 在你那幾班小圈子叫成熟 如果這樣的話,就可怕 我不想說社會公義的程序 我就說一般正常的程序 例如我們長生俊那個 你沒有程序 例如你最近說的很多事情 我們覺得,如果是理真的 是不是一個程序 你要依足的 我立即打給教育局那邊 教育局說,閒姐,我們收到很多的二項書 我們不是亂來的嗎 閒姐,我們不會的 你一定守住我,要哪個人用行政 要改,麻煩你走回全線 這個就是Paul很清楚 人類的文明 千辛萬苦 才進化到,由一人講了算數 去到很多程序上 特別譬如英國人 給我們的文化裡面 傳統裡面,除了法治之外 其實那個行政的方法 都是非常好的,優良的傳統 是不斷在優化 一個人最喜歡玩規矩 踢球,打什麼球都很有規有矩 這樣才可以避免到任何一些 自認,或者是自視很高的人 認為自己高了,一個人玩了 而是經過一個dual process 使得多些妨礙 雖然有時可能會有 協議慢了 但是我們只是一個平衡 不一定要全部要極端化 以前可能太多阻制 現在快一點,快一點 快一點就不是說什麼都不理 一個人說了事就算數 評宿最清楚,我們公務員的優秀傳統 很多東西都是,你們看回你的file 看你的memo,很清楚,很楚 那個file過的時候很清楚 這種做法正正就是 現在梁先生好像完全想抹殺了 而是令到很多身邊的公務員 非常不滿 這個你要澄清,為什麼呢? 有些人就為他辯護 就說你以前商人治港 接著你就公務員治港 我現在專業治港 我專業要講速度的,要講效果的 所以就一定要乘所用推項 是不是這樣的專業呢? 麻煩你不要拖碎這些專業人士 這種做法不是等於專業人士的做法 專業人士特別尊重過程 特別尊重呢,如果是真的有根有據的做法 有紀錄的 就不是說一個人這樣上任之後 就撥殺了之前做的事 這是完全非專業的所謂 非專業,即是如果起樓不跟程序 那就倒閉了 但當然我不反對 例如你之前有一個房屋長年莊 我們有一個言訊 我們也要質疑一些事情 例如我們在前的線局 答應了很多小工程 我們又問如何能不能加快 這些過程又有過程 上議會社會談到你慢的原因是怎樣 我們都很小心 去到某點上好像大學 我們大學自主也很尊重這些事情 你不要亂來那些事情 我就覺得一個人厲害到你很厲害 你都沒有群體的智慧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你千萬不要誠熟 你成熟定義在哪裡 你不要看那個表面的意見 水能在租也能夠覆舟 今天的意見很難支持你 它可以反過頭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小心 而且我們走民主化 正正就不是想走所謂的 專精或者精英化 因為即使你最精英都好 現在現代的政治 都是要說妥協 都是集體的智慧 就算官員覺得自己很厲害 有時候你真的要看出一些民情 明明從A到B 直線走最快 如果大部分人都說 麻煩你先去C 先繞個圈 你都要考慮一下 要繞一繞C 因為這就是民主進程 你這個Paul和閒姐的說話 是很適合一個人聽的 是誰 這個人就是劉光華 劉光華會做副局長 也都是以往 曾經做過票王的 是立法會議員 所以要就劉光華的委任 要問問這兩位嘉賓 這個反話來說 其實都很尊重立法會議員 輸了都可以做官 很尊重立法會議員 是不是越輸得多 越做得官立法 只是想做官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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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甚麼委可 閒姐 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同意劉卿的說法 作為將來的政黨政治 或者現在你說要搞個建制派 或者做個執政聯盟 其實很多事情 除了委任之外 是找一些政黨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不光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是信一件事 香港隨著選舉去發展 一定是政黨政治 當然我知道 包括中央有些顧慮 但我覺得它沒有得收回頭 社會是這樣走的時候 你逐步要走這些 而走這些 當然我想也不會有太傾向性 所以你看到CY是很刻意 他都是一個挺聰明的人 當中他找一些泛民的人 去做副局長 當然我覺得 你可以夠膽一點 找泛民政黨裡面 有某些人 我聽過曾經想找內志剛 不知道後來又不成事 我們也不知道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香港將來就是政黨政治 這個我覺得 我是歡迎 也有支持的 這些人進去來說 他們一般如果看這些社會 特別是爭拗政治 我覺得它是準確的 政府的官 這是很重要 如果你假如進去 你才能附和一些 即是已經拍攝了板的東西 那你起不了狀 你也起不了 你很熟悉的一些階層 例如柳剛華 他熟悉基層的 也屬於中小企 你必然要講清楚些 但他不是做這範 他做經濟 不是 我想說 其實你就算在政制的個人當中 都牽涉著很多不同的意見 你一定要知道很多的拿捏才行 就如作為一個政務官來講 你真的要如實 把意見放得很正才行 劉剛華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但他很多時候 他的答案是標準答案來的 當然 那他一定是用政治答案來答我們 你不是的 昨天末日 我是另類 所以我做不到官 不只做不到官 委任我去的專格都不會的 現在你是民官來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 他在末日上任 我都說 很有性格 選這一日 歐詠子也不是選這一日 但怎樣都 我在政治上歡迎 你對他有期望 好啦 Paul 我同意閒姐所講 劉剛華也確實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也都是政治歷練很深 對於分析能力很強 對大陸力很強 不過我覺得做任何事 都有一個適當的方法和人選 還有一些例子 我們的經驗 在法律界 如果我們知道哪個法官審哪個案 我們要選擇大律師的時候 我們除了考慮律師厲害不厲害之外 我們要選擇大律師 是跟官有官員的 有辦法談的 就不會找個撈亂骨頭的 上去 大律師愈厲害 愈拗罪得厲害的話 討不好的官 後果就很麻煩 這次這個職位 最重要都是談一個政改的問題 正改的問題上 你一定要跟反對的議員 一定要有辦法談 甚至乎 你越聰明 對方越覺得你麻煩 於是就越杯葛你 就抵制你 你就會視乎公叛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擇 我是有些保留的 如果這件事是一個 譬如由譚志源去做的話 以他圓滑的個性 同一件事 可能得到的效果 都相對容易一些 但劉光華他都未開聲 人家已經敢跟你拼過了 我覺得 如果我們有心做一件事 你找這個劉光華上去做 你就會找自己笨 這是我自己的敢說 但你騙我們特首說 是劉光華最佳人選 對 你說出竅出竅 出竅人驗冊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真的要正改 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 一個不是那麼值得考慮的人選 應該找一些零角沒有那麼強的 沒有那麼多牙齒印的 更容易溝通的 看看想不想做整件事 還是你想為做而做 到最後都是反面收場 這是兩個選擇